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是幾個 我直接來看好了 因為時間關係 按右鍵我要指定聚集 編輯一下 裡面的步驟第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我要先知道 消貨單它現在有沒有資料 如果沒有資料 表示A2裡面是空的 有沒有 就是那前面為什麼要加上那個 蓄子消貨單 因為我現在放的位置 因為我現在的位置是在消貨單 所以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我要先檢查一下 消貨名系裡面有沒有資料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資料 A2裡面如果是空的話 那也就是它完全沒資料 那完全沒資料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從第二列開始 這個R指的是從哪一列開始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我就讓它去幫我往下追蹤 那往下怎麼追蹤呢 就是用那個range A1有沒有 向下偵測 AND Ctrl向下有沒有 然後哪一列 再把那一列加1 丟給R 為什麼要加1 因為抓到的那一列 我要往下這一列 才是我要寫的嘛 所以呢 我這個地方呢 就知道說 到底第一列應該在消貨名系的哪個位置 第一個就是我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做什麼呢 輸出資料 因為我已經填完了對不對 填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就一個蘿蔔一個坑 那怎麼做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我把那個range B2放在哪裡呢 放在消貨名系的A欄 然後呢 把那個這個有沒有 這個B2是指的是單號 單號放A欄 D2的話呢 是這個 訂單日期放在B欄 F2的話呢 就是什麼 到貨日期放在C欄 意思類推啦 反正我主要就是 放幾個欄位 就是這幾個欄位 就是這個放A 這個放B C D E F 然後GH 大概是這幾個欄位 分別呢 就放到我們消貨名系的 那個R列 有沒有 前面知道哪一列有沒有 然後呢 哪一欄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丟到消貨名系裡面 那消貨名系 為什麼前面要加 主要原因是 我現在的位置在消貨單 不在消貨名系 所以前面會 需要加上他的 這個什麼呢 sheets 就是他的工作表名稱 的哪一個列 哪一個欄 好 那再來的話做什麼事呢 我通通丟過去之後 需要把我這一邊的資料清空 那怎麼清空 包含清空哪一些 包含清空剛剛講的 B3 這個 客戶有沒有 然後E 這個 那再來就是 這個範圍跟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跟這個範圍 所以我寫的 都是看著寫的 那範圍的部分清空 記得用clear content 如果是單單裡面清空的話 那我用空字串好了 有沒有 一個儲存格用空字串 如果是範圍的話 那就是給範圍 加clear context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 不把那個B2清空呢 因為我還沒加1 如果你把它清空之後 那怎麼再把它加1 所以B2最後再清空 那最後怎麼加1 那特別是我講過 你這個地方千萬不要 直接把它加1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 如果你直接 我這邊直接卡在這邊來看一下 假設我這邊都填好 然後我填過去訂購 那我會加一個中斷點 所以已經都過去了 我看一下是不是都過去了 有沒有 這邊通通填過來了 有沒有填錯 好像應該都對了 聯絡電話 只是寬度可能要調一下 這個填錯了 到後日期 它填成什麼 填成到後日期 所以這個應該是 城市有一個地方 哪一個地方 應該是 到後日期這邊 所以你把到後日期 我這邊是用F2 應該是哪一個 應該是G2才對 所以這邊的話 等一下可能要改 這個要G2 否則它會填錯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是不是 我們又把那個B2給清空 所以B2現在還在 但是如果你直接把它加一下 我們邏輯上好像直接加一 就變S0002 可是如果你現在把它加 加一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 它會跳出什麼 形態不符合 為什麼 因為它是文字啊 文字怎麼加一 所以它會停在這裡 那怎麼辦呢 這個地方 很簡單 我剛剛講 切開來 左邊的就留下來 右邊的就加一 所以我的寫法是這樣子 下面這一行才對 上面這一行 我是把它保留當註解 就是Labs 特別是Labs 是左邊的第一個字 and 這個是原來的S 對不對 所以裡面S and 串接 特別是我這邊用Format Format實際上 就類似在函數裡面test 然後right 後面幾個字 四個字嘛 所以用right 從右邊算過來四個字 所以range piece 然後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 加一 所以特別注意 我是right 所以後面的四個字加一之後 那可是加一之後 特別注意 它把它加一之後 它就變成二了 它000 因為文字 如果你把它變成數字的話 它的0就不見了 因為數字裡面沒有0這個東西 沒有0開頭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加一之後 它就變成由 000 本來是000 1加1 它會幫你把它轉 把這個轉成1 加了1之後 變成2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直接跟前面的s 串接的話 變成s2 那不對啊 那怎麼辦 所以你再把2 做一個Format Format意思是說 格式化成什麼 000 就是四個 所以把2再怎樣 改成 0002 再跟s 串接 輸出 這樣就OK了 應該知道那個意思吧 所以實際上 我們是把它切開來 前面保留 後面加了1 可是0不見了 再把它Format加回來 OK 所以輸出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F8 輸出 有沒有 s002 就OK了 這個時候呢 也就不會有問題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會發現啦 其實基本上都是在做什麼 資料搬過去 再清除 再把單號加1 基本上這樣一個cycle完成之後 就再來再來 OK了 其他的話我想應該 細節部分 你自己在增加 或減少一些東西 那我想這個部分的可用度 應該就蠻高的 OK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最好 打鐵趁熱 你回去 可以找一個簡單的表單 反正你經常要填資料的東西 然後呢 第一個 就讓格式自動化 下拉清單 第二個的話 把不需要填寫的部分 保護起來 第三個 再用VBA 幫你把資料 放在一個 工作表裡面 這一題我想大概就差不多了 OK 好 可以吃